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软上松共同组织新闻发布会 按计划2023年底定期会议将于12月8日至9日举行 会议审议通过审人民议会常委会细项报告提案和决议扫案 27份审人民委员会的报告和意见 对同类审人民议会第十届选举厂身的职位 进行信任投票并通过决认投票结果的决议 进行提问和回答提问 听审人委会主席检查代表们关心的问题等 2023年前十一个月 越南经济继续复苏 通胀被控制在原地于目标通胀水平 关注的是 农与野出口额预期为295亿美元 增长8.6% 据计划与投资部的数据 截至12月20日 在吸引外资方面 外商信任政策资本 调整出兵 出私 购股 出私 送额金 288.5亿美元 同比增长14.8% 越南也进入年中购物换期 从体来看 11个月以来 整个工业部门的产生指数预计 将比去年同比增长1% 国际新闻 科里母领供证实 12月7日 伊朗总统伊普拉尹 拉伊西将反问俄罗斯 并与普京总统举行会谈 这段时间应对西方制裁 两国加强经济和军事关系 但被问起 媒体报道伊朗总统反问俄罗斯 10. 科里母领供发言人 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表示 我可以确认 俄罗斯和伊朗将于 12月7日进行谈判 伊朗关于通讯社 IRNA表示 因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要求 伊朗总统伊普拉尹 拉伊西反问莫斯科 该通讯社证实 算法问题包括经济互动 地区和国际问题的讨论 特别是加杀局势 将成为以私有的重要议程 施本性经济解惠的有所团体 与美国科技巨头批评 欧盟提出的管路安全 标签法规 它们表示这会可能 阻碍进入欧盟市场的可能性 欧盟要求 Amazon, Google,微软, Alphabet和其他 欧盟云提供上 与一家欧盟公司属建核四几月 以获得欧盟管路安全 标签的四个 这项规定找到了以下 欧盟国家和外国共因上的批评 施本性经济社会也反对这些要求 趁这可能会少到史上的市场 准确被害 损害欧盟和 施本企业的利益 我们的华语新闻到此结束 感谢各位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